字幕放在最前面 我接下来教如何放字幕上去 首先稍微注意 字幕要放在最前面 一刚开始就要字幕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轨迹 比如说最前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Title 有看到Title这个功能标签吗 Title 点下去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照做 New Title New Title 这边有一个预设 Steel Steel 是它不是人人 它是固定 固定的意思 Steel 就是用固定的方式 也就是它不是动画就对了 举例来说 Rule 就是滚动 从下面跑到上面 这是滚动 好 我们就用第一个 我们也只教你这一个 你可以照住哦 接下来我们的宽度是多少 高度是多少 好 这边都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这边有没有看到 Name Name 来 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Title 01 Title 01 等一下这个Title 01会在这里哦 你做完的字幕会在这里 好 OK 接下来呢 请用这个文字工具 文字工具 来请你 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放的是 几个字 然后想要放在这个地方 好 我就点一下它 这个字的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也许你可以不用放到100 可以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例如说变成64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打字 又跑掉了64 好 输入中文字 例如说我现在我写什么中科之 例如说中国科大之管系 好 然后接下来哦 接下来我们这边再去做调整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中国科大之管系 那因为字太大了嘛 你这样子也可以缩小 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那稍微注意哦 我们这里有很多功能 我们就不去介绍了 所以请你直接把文字 直接把文字的特效加上去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改成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 OK 中国科大之管系 当然你也可以放你自己 早上我其里面编的那个名称 片名 好 然后接下来 做完这件事更重要的是 请问要不要储存啊 不需要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它在哪里 它就放在这边 直接放在你的素材区 请把这个素材 直接搬到video02 video02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它的上层资料了 记住啊因为video2在video1的上面 就这样子 不用储存哦 因为很多同学问我说老师我在关掉之前 我没看到储存 所以他不敢关 好 就直接关掉 关掉 他就会放在素材区里面 好 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中国科大之管系 那我有看过有学生哦 他直接放很长 比如说直接把它放到这么长 他就放那么长 所有地方都出现中国科大之管系 来 请把字幕加上去 字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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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